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繼續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在今天的城市論壇上 御宴主席張家豪說 不相信有人會為了金錢的獎勵而去打針 他說如果真的怕死 給他一萬元也不會去打 那些年輕人被利誘出來扔汽油彈就有 他說這番話 引來網絡上強烈的反彈 到底他為何要這樣說呢 第二宗消息 就是吉野家在日本虧大本 每日虧港幣140萬元 至於在香港經營吉野家的合卿集團 在去年的業績也是下跌 截至去年12月31日的年度業績 合卿集團就虧損了8190億元人民幣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在今天的城市論壇上 到底余燕主席 張家豪發表了甚麼偉論 早前余燕發了一張內部通告 叫員工在4月26日前去打針 如果不是就會被停工 另外打了針的員工 可以獲得發放2000元的獎金 不適合打針的 都可以獲發五個水的醫療津貼 這個亞積公盟的蒙紹達批評 預言是以獎金利誘的員工打針 張家豪就反駁了 他說員工是清楚明白自己有責任保護家人和食客 強調員工都是自願打針的 沒有人因為疫苗問題需要停工 他又說不相信有員工為了金錢獎勵而去打針 如果真是怕死 給一萬元都不會打 不是那麼低能的 年輕人被人利油出來扔汽油彈就有 他這一番說話 就惹來了網絡上很大的反彈 實際上他要反駁別人的指控 他就反駁了 為什麼要拉扯到他什麼利油出來扔汽油彈 這些說法呢? 如果他是有證據 公開出來指證 究竟誰收了錢去扔汽油彈 如果沒有的話 何必還說這些說話呢? 無非就是要擦鞋子 其實說這些說話 到底他在那裡扔什麼呢? 現在預宴 據說 只要執了幾間酒樓 生意已經不是那麼好 你還在說這番說話的時候 只會刺激到一群市民的情緒 從而令到那群人更加不會光顧你的酒樓 當然 可能他另外有些盤算也不奇怪 可能在討論明年的春冥會大反彈也不奇怪 可能他就是特地去說這番說話出來表忠 那些中資企業可能就是 下年春冥就會光顧他 不過我也不想猜測 到底他說這番說話的動機是什麼 反正來說 其實經營得酒樓的老闆 十個有九個甚至乎是九個半都是藍的 那些酒樓大部分都是藍店 但是其他那些酒樓 他們在2019年的時候已經吸取了一個教訓 就是看到這個庫林 那麼多麻煩事情的時候 他們就索性不出來說那麼多話 悶聲發大財最好 其他那些酒樓你不見他們說那麼多耶穌? 很簡單 你說那些酒樓有沒有叫那些員工去打針? 比比街時 很多都有叫的 不僅只有這個預言叫的 很多酒樓都有份幫忙叫的 打針了 什麼這樣? 呼籲而已 他沒有說強迫你的 你可以不做 等於這個羅志光局長一樣 他都說沒有強迫外傭打針 你有選擇的 你不打也行 你不做就行了 有些酒樓其實都是這樣的態度 他說你有選擇 你可以選擇不做 但是其他沒有那麼高調的時候 就沒有人去遮掩他 這個張家豪 走了去城市論壇說三說四 你當然在網上被人不斷針 這是你自己拿來衰的 說到那些年輕人被利友去扔汽油彈 你有沒有證據? 誰走去利友他? 誰收了錢? 收了多少錢? 不如你公佈一下吧 完全是天方夜談 好了 出席這個城市論壇的 還有工聯會屬下的飲食業職工總會榮譽會長郭弘卿 他說工會較早前向業界進行了調查 有百分之三十七的受訪者表示 已經打了疫苗 他說飲食業是高危行業 很多人想打針都打不到 希望大家就政府的政策互相協調 是不是真的這樣? 很多人想打針都打不到? 現在的打針很容易弱 是不是這麼難打? 他又說那些不想打針的員工 就可以自行選擇去AB類的食店打工 甚至可以要求僱主幫忙介紹 如果你是聰明的話 市場上就會有需要 你怎麼會說這番話呢? 你作為一個飲食業職工總會的榮譽會長 就很應該站在勞工的權益發聲 現在不是老闆不肯去打針 而是員工不肯去打針 你不要理他什麼原因不肯去打針 哪怕他純粹怕死 這也是原因之一 你作為一個工會的會長 就很應該捍衛勞工的權益 就算你不捍衛 你口頭上也要捍衛一下 也不是的 叫人家說如果不打針 就自行去AB類食店打工 叫人家轉工 不是這麼說話 你到底是站在老闆的角度來講話 還是站在勞工的角度來講話 那你怎麼做工會會長呢? 這樣說話是離譜的 叫人家不打針 就去AB類食店打工 我想問 如果遲些 萬一連AB類食店的員工都說要打針 那你會有什麼建議 你是不是叫人家去轉行 不要做飲食業 是不是這樣呢? 不是這麼說話 真是離譜 實情這些打不打針 你本身是一個自願性質的 但是現在這樣壓下來的時候 利用所謂的疫苗氣包 在本地來搞這些政策出來的時候 你就是用了一個工作的壓力 壓迫那些人要他去打針 當然他能夠找醫生證明自己 不適宜打針也行 這是權宜之計 長遠來說 究竟這些員工能否保得住飯碗呢? 你也要時間去驗證 至少讓他麻煩一次 他也要去看醫生 叫醫生簽一張給他說不適宜打針 我真的不知道這些是什麼工會主席 不知所謂都極了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第二宗消息 就是關於吉野家 無論是日本的總公司 還是引入吉野家 去到中國和香港的合卿集團 都是虧本的 日本方面 吉野家虧到眼睛都坦白了 虧損75億日元 去年全年 折合大概是5億3千萬港幣 每天虧損140萬 這當然是很誇張的數字 亦令吉野家關閉了很多分店 無論是日本或中國 這個合卿集團 專門在中國的北部城市 和香港經營吉野家 在去年 截至12月31日為止 虧損了8,190萬元人民幣 差不多虧損了1億 為何這個吉野家 沒有人光顧呢? 日本方面不用說 因為人家在疫情 因為疫情很重要 日本反反覆覆的 搞到奧運會 都不知道能不能有觀眾 現在很大機會都沒有觀眾 所以人家虧本 就算是應該的 至於香港 除了疫情關係之外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吉野家 被人歸類成為藍店 你這個合卿集團的行政總裁 雄明基在去年頻頻在微博和抖音當中現身 試圖通過互聯網營私活動 來重新塑造吉野家的品牌形象 但大家都知道 他的行動是失敗的 為什麼呢? 比如說 這個雄明基在微博上面 發表了一些貼文 誰不知那些貼文 貼了三天 都只有三個人討論 後來就直接刪除了貼文 就當作沒有發過一樣 另外 大陸的媒體財經網 在微博上面發表了一個投票 微博可以投票的 不過是投了一些毛利拉加的東西 那個投票是投什麼呢? 就是你喜歡吃吉野家嗎? 喜歡的3208人 不喜歡的5558人 更加有些大陸的微博網民留言 說很難吃趕緊滾出中國 就是叫你拉斯吉路 其實香港的吉野家 撇除了政治因素以外 我就總結出有兩大問題 第一 就是價格優勢極不明顯 你的定位是很模糊的 到底吉野家 是作為一家純粹的快餐店 就像大家樂大快活的形式來運作 定應是賣平價還是怎樣呢? 因為吉野家 其實在日本來說 是屬於一些很便宜的連鎖食店 叫一碗小碗牛肉飯 就二十多港幣 但是香港 你沒有三十多元 也不用紙 就可以吃了 當然 二十多港幣 在日本 那個是不包飲品的 但是 來講 日本的很多連鎖餐廳 從屋 那些都是這樣 他說不包飲品 但是你可以叫員工 做一杯熱茶給你的 那杯熱茶也很棒 雖然是用粉蔥出來的 應該也是 因為沒有茶葉 但是那杯茶 就已經講究過你香港 全港的連鎖快餐店 美心MX是特別衰竭的 不要說政治因素的字 就算他在19年前也是這樣 就不包清茶的 你叫飲品 只能夠叫清水 要麼是滾水 要麼是冷水 那怎麼吃呢? 是不是才是飯? 好了 至於其他那些又怎樣呢? 大家落都好像沒有清茶 我印象中就沒有 這個大快活就有的 但是他就用茶膽衝出來的 那又怎樣呢? 虛有其色 就沒有其美的 你喝下去就知道了 所以呢 沒得吃的 香港的快餐店是很頑皮的 那些質素 你只是說一杯茶 我不說你那些食物 已經是 那杯茶都已經比別人 但是別人包了一杯茶的時候 二十多元就是合理 能夠做到一個低檔的市場 至於吉野家 你看一下 去吃一頓飯 叫一杯那些爛鬼綠茶 嘩 大哥四字頭的 當然有些叫做學生餐 問題是 我想 我們聽很多節目的 也未必是學生 那你四字頭一個飯 那我用不著在吉野家那裡吃呢? 這就是市場和價格的定位 第二個問題就是 所謂骨月懷而止 就說到那些食物的質素了 你叫一個吉野家的牛肉飯 那些醬汁當然是很重要的 問題就是 那些醬汁總是跟日本的不同味道 大家去試過就知道了 當然是日本的好一點 那我不知道 可能是心理作用 或者是隔離飯鄉的心態 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但是如果你在日本也吃過吉野家的話 你就應該會認同我說的 就是你總是香港那種 吃不出日本的風味 那些醬汁總是不同的味道 日本那種比較好吃 最慘的是日本那種又便宜一點 你這種又貴一點 味道又壞一點 那是怎樣呢? 所以業績降了下去 是很正常的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